也就是說 最後的結果 他不會干預 也沒有參與 所以這個部分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當然知道有這個陳情案 的案子以後交給相關專業單位之後 他不可能去干涉個案 我想應該是這麼說 柯文哲主席他從來沒有說他不知道金華城案 他有接到陳情 然後有按照程序交辦 然後由局處來依法辦理 那程序上面都有經過市長 比如說他的簽署的公展 這些他都知道 但是簽署公展之後 就是交由相關單位去依法辦理 那台北市政府有都市計劃委員會 他有他的程序 我想從以前到現在 任何的市長都不可能去干預都委會的任何程序 包括干涉他們的會議 或者是給他們下調子 下指示 所以市長的說法 他的出來的說法應該是他交辦以後 由都市計劃委員會已經依法去執行了 那公開展覽就是要讓全民都知道 所以要開所謂的地方說明會 要開都委會的專案審查 審查完畢之後有相關的會議記錄 而這個會議記錄當然要有公開 也就是說最後的結果 他不會干預也沒有參與 所以這個部分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當然知道有這個程序案 案子以後交給相關專業單位之後 他不可能去干涉個案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現在從台北市議會有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故意再把當年的狀況 用灑噴髒水的方式 不斷地在灌射 飲射各種的項目 不管是對柯文哲主席 或者是對台北市政府的整個公務系統 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侮辱